前面实况主统神张家航 原先人称电竞不死鸟 日前因评论黄子娇丑闻失言 被网友们言上 断送了12家厂商代言 却连身材工具YT频道统神大戏院 也直接被YT官方移除 工作接连不顺 如今连健康都亮起红灯 昨晚准备出国的统神 趁机场等候时间发文分享近况 他透露最近回医院看糖尿病了 恭喜离地狱又更进一步了 表示血糖值从7.9升到8.4 连白饭鲜奶都要控制了 惨啊 至于YT频道呢 目前还在申诉中 但已经被打枪两次 让他觉得莫名其妙 认为违规红标即可 却搞到频道删除 更感叹自己6年多的频道 快3000部的影片 就这样没了无言 最后向所有粉丝预告 从日本回来应该会找时间 开个台聊个天